台中市政府与台糖合作开发的太平产业园区,近期将公开招商,这是市府与台糖 依循经济部合作开发处理原则,首次采合作开发模式共同开发的产业园区 市府提供中央社记者郝雪清传真107年4月30日中央社记者郝雪清台中30日电台中市政府与台糖合作开发的太平产业园区 近期将公开招商,市府今天表示,这是市府与台糖依循经济部合作开发处理原则,首次采合作开发模式共同开发的产业园区 台中市政府与台糖合作开发太平产业园区,总面积14.37公顷,市府持有的产业用地规划出售提供厂 商舰厂,台糖分回约1.8公顷产业用地则将公开招标设定地上全给厂商运用,近期将举办公开招商作业 台中市经发局表示,台中市太平产业园区市市府与台糖公司一群经济部合作开发处理 原则,首次采合作开发模式共同开发的产业园区,也是全国首见成功案例 经发局指出,市府自105年起积极与台糖洽谈园区土地取得事宜 经多次协商,终于在去年6月签订合作开 发起约,市府持有的产业用地规划出售提供厂商建厂 台糖分回土地则采出租方式提供厂商投资多元选择 经发局表示,园区工程已在106年6月开工 市府唯一印厂商设厂需求,已先办理用地预登记作业 可售第33,快已全数预售完毕,目前仅剩台 糖分回约1.8公顷产业用地,共14个,快等待出租 以273平的,快为例,20年的权利金约需1016万元 换算每年租金约10万元 对于有厂商认为租金加上建厂资金负担太大 台糖公司表示,将持续听取厂商意见研议招商条件 是 福也表示,将秉持有助于厂商投资并降低设厂负担等原则 与台糖公司持续协调,促成多盈局面 编辑,方佩清1070430 危险 4